好,我們來解這個平衛方程 它給的初始條件的話 是解一般的函數 我們先來看 這個的話 我給它因式分解 一一 這個是五四 加 減 減這個剛剛是一 所以的話 這個平衛方程的話 可以把它展開成 本來是這個樣子 rmx的平方 加rm 平方 rmx rmt 再加 減掉 20 rmt平方 然後 u等於 好 那我把一指分解以後 變成rmx rmx 那加上 五倍的rmrmt 然後 再作用在rmx 減掉四倍的rmrmt u 這等於 好 那我現在的話 解這個一次的平衛方程 好 那我現在把它找它的這個特性曲線 我就dt 除以 dx x 這協力是-4 所以這個特性曲線 是直線 t 等於-4x 4x 再加長數c 所以得到 4x 加t 等於c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所以這個u 這u的話我們叫u1 u1 st的話 可以寫成一個單變數函數 f 4x 加t 好 然後呢 我這兩個作用詞可以對調 這個方程是可以改寫成這個樣子 rmrmx 減掉四倍的rmrmt 所以這個解出來的u1 就是這個二次平衛方程的解 為什麼 因為我把它帶進去以後 這個已經是0了 這個等於0了 那0你在給它微分以後還是0 所以這個一定是它的解 這個一定是這個二次平衛方程的解 好 那我現在把這兩個作用詞把它對調 對調以後就是rmrmx 加上顧貝的rmrmt 然後這u 再等於0 這兩個是同一個的平衛方程 好 那我現在呢 來解這個一次的平衛方程 那個方法一樣 先找它的特性曲線 dt 這是dx 等於協力協力是5 所以這是一條直線 就是t等於5x 再加c 那本來是t-5x等於c 那我們習慣呢 習慣的是5x-t 這是習慣上的問題 就是說5x 減掉t等於-c 那這個可以看的是c' 所以它的那個 它的這個什麼 它的這個什麼 它的減 我們叫u2 st 就等於某一個呢 這個函數 那以這個單變數的函數 5x-t 好 那這個是這個方程式的減 這個也是這個方程式的減 那兩個加起來也是這個方程式的減 而且這是一般解 為什麼 因為f跟g是任意函數 所以就得到 得到這個一般解 u x t 這是等於多少 f 這是 4x 加上t 再加多少 加這個g 5x-t 那事實上的話 你為了謹慎起見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帶回去看看 帶回去的話 把它餵兩次分 餵兩次分 餵兩次分 餵兩次分以後 看會不會等一點 就知道呢 這個真的是它的一般解 好 那我們現在 來帶它的這個初始條件 這個初始條件 這個初始條件是說 是說 這個u x 0 我把這個解 把它時間帶領 就是f 4x 再加 z 5x 再加一次偏微分 再加一次偏微分 這條件給你一次是phi 5x 這個我給它做一次偏微分 對t u t s0 這一次偏微分的話 是f 對整個做全微分 4x 加t 然後這一個 再對t偏微分的話 是e 再加多少 再加 這整個 對這個做全微分 這已經 5x -t 這個再對t做偏微分是負1 所以這裡有個負號 他給的條件是 c x 然後呢 這是t t 我現在在把t帶領 這個還沒有 現在我在把t帶領 t帶領的話 就是t x0 是多少 一次偏微分 減掉z 5x 那這樣的話 我就把這一行拿掉 拿掉 拿掉的話 這個條件給什麼呢 給這個px 所以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f 4x 減掉z 不然的話 對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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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的話 我兩邊呢 給他積分 這個方程 我兩邊給他積分 這個方程 我兩邊給他積分 這給他積分以後的話 會得到 得到這個 1x4 這是f 4x 不然的話 你對1x 微分看看 這個對1x 微分的話 是等於多少 先對這個微分 就是說 你把它微分 等於四分之一 那乘以多少 因為 它是單變數 f 是4x 單變數 我先對4x 微分 就是你一次全微分 再乘以4x 對1x 微分 就是4 這樣就回到原來的 狀態 所以這個積分的話 是等於這個 當然 其實應該 本來應該還可以再加一個常數 但是因為是 這f的話 是任意函數 所以的話 你再加一個常數 也是任意函數 所以的話 那個 那個常數 就可以不用寫 那檢查一下 這個對x 積分以後 是得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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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x 等於多少 所以我對x 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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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把x 當成是 變數 dx 這樣子 好 這樣子以後的話 那這一行我就可以把它拿掉了 好 拿掉的話 那就擺在一起 擺在一起 我要解這個f跟z 我現在先把f解出來 好不好 我這個要把它乘以多少 我把它乘以5 乘以5的話 這個是1 那這個加這個就消掉了 那這邊我們是1加4分之5 1加4分之5 是4分之9 4分之9 f呢 4x 這個等於多少 這是加起來 這是5x 再加多少 x c dx dx 我就把f消掉 把f消掉 我把它乘以4 乘以4 乘以4以後 這是1嘛 那1減 那這1加上5分之4 1加5分之4就是5分之9 5分之9 即5x 等於多少 等於這是5x 等於這是5x 然後的話 剛剛是用減的 一減它會不會整 這個才會消掉 減掉多少 減掉4倍的 4倍的x 5x 5x dx 好 這樣子以後 那我就得到什麼 得到這個f 4x 等於多少 我把9分之4 還乘過去 這是9分之4倍的 這是5x 再加5倍的 x 而吸引的s dx 好 再來 那就再乘過去 這是z 5x x 等於多少 這是9分之5 5x 5x 減掉4倍的 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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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單變數 單變數的形式 單變數的形式 就是我現在令這個4x 叫做g 4x 我令它等於g 所以這個時候x就等於4分之g 4x 我要求出這個單變數的函數的函數形式 然後再把這個單變數帶4x加t 這一樣是照做 那就得到f 5x 這個等於5分之4 這等於9分之4 那5x x的話是等於4分之g 4分之g 再加5倍的 5倍的多少 x帶多少 帶4分之g 4分之g 然後在記憶劑 單變數函數形式 這個是9分之5 這個是8 這是5分之g 因為現在5x 5x 我令它是等於劑 那x是5分之劑 所以這是5分之劑 再減掉4倍的 5分之劑 x帶1分之劑 pc s ds 然後呢 我現在記得 再帶回4x加t 所以就得到什麼 得到這個 f 我記得的話 帶回4x加t 這等於多少 這是等於9分之4 然後4分之劑 然後多少呢 這個是四分之劑 然後多少呢 5倍的 4分之劑 4分之劑 這就是這個 4x加t 然後這是pxsbx 然後這個g 這5x-t 5x-t 已經帶5x-t 這是9分之5 5 這是5分之 就是3分之5 5x-t 這樣是4分之5 5分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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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分之5 好,那這樣子以後我就得到它的解 就把它加起來 所以U齁 把它加起來就是答案 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是九分之四,這九分之五 所以是九分之多少呢 一 那四加 這四倍的φ 我把它約掉那個 約掉四 x加四分之 t 再加多少 這九分之一抽出來 我帶進去 五倍的多少 這φ 我約掉 就x 減掉五分之 t 然後再加多少 所以我把那個 九分之五 乘進去九分之二十 這也是九分之二十 所以變成了 變成是九分之二十 這是九分之二十 九分之二十 然後這個 這個是 四分之多少 四分之多少 四x加 t pc sds 減掉多少 減掉這個 這個 我把它叫做 x加四分之 t 這個 這個 這是五分之五 就是x減五分之 t 就是x減五分之 t sds 這個就是下線 這是上線 這個你把 集溫的話 比如說 得到的集溫函數是這個 f x加上四分之 t 然後減掉呢 這個它的集溫函數 如果跟它一樣 當然其實還可以再加個常數 我們就那個常數 都令它等於連 因為任何常數帶進去一定都會等於連 所以那個常數令它等於連 那就是f 多少呢 這兩個函數的形式 集出來是一樣的 因為它有一樣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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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分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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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樣的 所以它那個 集出來的那個圓函數是一樣的 只差一個常數 然後這x 減掉呢 五分之 t 再一減的話 這樣就等到 f x 那帶上下線 x 呢 減五分之 t x 加四分之 t 是這樣子 這個的話 等於這個積分 這是下線 這是上線 這是上線 這積完以後 這是上線 這是下線 所以的話 這就等於 下線 x 減五分之 t x 減五分之 t 上線 x 加四分之 t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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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 s d 那我把這一項 把它換掉 我換掉以後 這就是x 減掉五分之 t 到x 加四分之 t 和 c 這是s d s 這個就是答案 你可以驗證的話 這個的話 這個答案的話 它不但滿足這個 而且滿足這個 而且滿足這個出子條件 出子條件也容易驗證 你就把t帶領就對了 好 還有那個呢 滿足這個條件也容易驗證 你就把這個 這個 這其中的話 這個的話 這個加上線的話 事實上就是這個函數 然後的話 這個 加下線的話 就是這個函數 但是這個東西的話 是這個函數的一般解 所以這個代替器一定都會等個0 那當然這個代替器也會等個0 那就可以驗證 所以這個答案一定是對的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